跟大家说个事 新能源货车现在不能买保险了 我绝对没有骗大家 现在就是我这个车 这个新能源货车 我今天去买保险 保险公司跟我说 现在正在进行公司管控 新能源货车暂时买不了保险 具体什么时候能买 现在无法确定 我一听就懵了 意思是 现在我只能到马路上裸奔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出了问题 全部自己承担 我就浪漫了 车子的手续全部正常合法合规 而且现在所有的媒体里都在大肆吹嘘 新能源多么的先进啊 电池多么的牛逼 多么的安全 自然的几率 甚至比油车还低 这样好那样好 所以我真心为我们的中国制造感到无比的骄傲 可谁又能想到 平常买保险 比油车贵一半也就算了 我们都冷了 现在直接说不能买 这几个意思啊 现在有没有小伙伴和我一样 没有保险 还在路上跑着的呢 这样跑起来真的是让人挡战现金啊 都是要支持国厂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肯定支持啊 我也很爱我们的国 可是谁又能来爱一下我们呀